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些水库 就是这些地方的开放 那时候还只是研究性质 1982年到了北京旅游局 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北京的十个主要景区 修了十个厕所 这是我接触旅游实际的第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呢 就是木田鱼修长城 而且我们当时呢 是从规划 设计 建设 一直盯到经营管理 就这么一个全过程 到现在也三十多年了 所以可以说这些年 我建过的旅游项目无数 我没做过统计 没有一万也有五千 看着有些项目撑 看着有些项目败 看着有些项目 在这个过程之中变化 只不过这几年呢 变了个新词 也不是这几年 大概这十来年 变了个新词叫旅游地产 在我看来并不新 可是呢 现在社会的资金 大把的进入 实际上一方面 是因为我们现在 通话膨胀 所以社会沉积了很多的资金 这样的话 这些资金要找出路 传统的产业 现在找不着新的出路 所以大家的目望 都描向了新型产业 其中旅游地产 就是一个新型产业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很多房地产开发商 现在觉得找不着路了 因为传统的地产业 也有点做不下去了 所以也瞄准了这个旅游地产 很自然 旅游地产就变成一个热点 但是这里边的实质性的东西 是需要对项目进行分析 你这个一个项目 质量高不高 尤其是前期工作的 质量高不高 决定你的成败 我见到的很多人是什么情况 就是建设的时候 花多少钱他都不心疼 可是做点前期工作 花点小钱他非常心疼 这是什么关键 这是土材住的关键 比如说 我曾经见过一个 辽宁的浴室开发商 跑到了宁波 去建了一个园子 投资415 叫天下预园 我到宁波去呢 宁波里就跟我说 说你去看看吧 这项目要死了 要是一般的项目 我还真不愿意看 一说这项目要死了 我有兴趣了 然后我就看了一圈 我说你怎么建了 这么多烂东西啊 你少建点东西 留一把钱做宣传促销 你这事就活了 因为他那时候 现金领又已经断了 一个项目的现金领又断了 这个项目基本就死了 他就说我原来认为啊 只要园子一开就会有人来 没想到 我说我给你出点不花钱的主意吧 他很高兴 我说第一件事改名 你这个天下预园啊 大家只觉得和玉石有关系 但是他实际上什么 做了一个大寺院 几重打电 玉佛一对 做得不错的 真是做得不错的 他晕得哪啊 还搞了一个南天坛 把北京七年那样的天坛 天坛 那个元大搬到那去了 命名叫南天坛 我说你整个一个事保了生的 我说这样咱们换个名 叫江南遇佛寺 这样的话 你定位就清楚了 大家知道 你是一个寺院 尤其是知道 你的特色在遇佛 我说只要你一开 烧香拜佛的人就来了 来了有门票钱 有功德钱 你的现金流就恢复了 恢复了现金流 赶紧做市场 这把活了 他很感谢我 他说当然我现在手头实在没有钱 我送你一块玉石吧 他说反正和玉石有的事 我说我不在乎这点东西 能够其死回生 这是专家的本事 所以我们很多项目 实际上就今天为止 都面临着这样的生死关头 我们不要认为说 我只要弄了一把地 我这旅游地产就一定行 就我这两年的观察 我认为很多项目都面临着生死关头 这是第二 第三呢 最终要做地产文化 现在文化地产也是个时髦词 商业地产也是个时髦词 旅游地产也是个时髦词 实际上我的看法叫什么 这个地产文化 我为什么说这么一个题目呢 我们现在叫做有地无产 很简单 房地产开发商 弄了一片地 做了一个楼盘 把楼盘卖出去了 现金回来了 你的利润也回来了 但是产在哪呢 所以我就说这个叫有地无产 第二个呢 叫有文无画 现在大家都追求文化 所以呢 各种元素符号 形式搞了一堆 但是这个画在哪呢 我只看到了文 没有看到画 这个画一定是深入的 一定是体验的 一定是生活的 一定是让消费者 有全面的深入的感受的 这才叫文化 如果只是做了一点文化符号 做一点文化元素 这探不上文化 所以我就说 我们要弘扬地产文化 任何的一个项目 做到极端 一定是文化 文化的极致 就是哲学 就是哲学 哲学的终端 就是宗教 所以我今天呢 说这么一个题目 先说一个导演 沉重的问题 流通业出马云 制造业出张瑞敏 电子业出柳传志 都创造了新的模式 甚至呢 一个模式颠覆了一个行业 我就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旅游界没有这样的代表人物 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新旧领域和新旧模式的问题 有些事情呢 叫做新领域旧模式 有些事情呢 叫旧领域新模式 有些事情叫新领域新模式 有些事情叫旧领域旧模式 就这么四种组合 比如流通业 制造业 完全是旧领域 但是有了新的模式 所以颠覆了 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呢 旅游是个新领域 但是旅游多年以来 是一种旧模式 所以出不了这样的内容 第二呢 就是综合性 因为旅游是一个领域 也难以专业化 第三呢 就是服务业 服务业啊 是传统之传统 在世界贸易组织里啊 把旅游业定位为 传统服务业 在中国 我们把它定为一个 新兴服务业 但是新兴未必等于新兴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 新领域旧模式 你虽然是新兴的 但是你不是新兴的 这样就出不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房地产界大腕众多 但是真正颠覆性的 到现在我也没看到 房地产界有一个好处 新概念层出不凶 新词汇也层出不凶 所以我们老觉得这行业很新 但是你仔细看一看 新吗 我没看出来 所以我就说 这两者之间的结合 旅游地产 对吧 新领域 但是这个新领域 我们如何在这个新领域 促进新模式 从而 从根本上 既颠倒传统的旅游行业 又颠倒 颠覆传统的房地产行业 我们能不能做到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是吧 这里的核心啊 第一个叫做跨业竞争 跨行业 只在某一个行业里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 我看不出新的 所以一定要跨行业 实际上这些年 旅游地产就是一种跨行业的 第二个呢 叫跨界融合 它不光是经济界 对吧 不光是我们房地产界 旅游界 实际上也包括文化界 也包括创意 涉及到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是一个跨界融合 第三呢 是跨领域的模式 这种模式一定是跨领域的 而且这种跨领域的东西啊 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你跨的越多 融合的越透 实际上越有生命力 第四 是跨文化的交融 你说我们搞了半天 说中国的传统文化 西方的传统文化 对吧 国外的现代文化 中国的现代文化 也同样是这么四种组合 所以一个项目 不是简单的中外结合 也不是简单的新旧融合 它一定是跨文化的一种交融 这种交融 交融到位了 而且你里边 吸取的很多东西啊 叫做吸取的越多 你就越能出彩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感觉这个问题 仍然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我讲的第一个大的问题 发展分析 产品积累化 简单的说 就是观光旅游出人气 休闲度假出彩器 文化旅游出名气 乡村旅游基础 商务旅游主导 特种旅游补充 这加在一起 这就叫一个 复合性的发展模式 这些年呢 我们旅游行业老说一个 我们要从单一的 观光旅游 转向休闲度假 这个观点 我是不赞成的 因为这个观点啊 是把观光旅游 和休闲度假 两者之间对立起来 完全没有必要对立 它是相互融合的 所以一个复合性的 应该是把这些东西 都融合在一起 第二就要 格局系统化 市场格局 建筑格局 能源格局 产品格局 服务格局 运营格局 管理格局 都在不断地变化 这样的一个变化的结果 就是我们每天 都在应对新的挑战 我们每天 都在研究新的问题 关键在于什么 我们能不能 迎接这样的变化 我们现在是不是 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 市场格局变化 现在这个80后 已经全面进入市场 90后即将进入市场 这是消费主义的一代 他们的消费方式 和传统完全不同 但是我们现在往往研究市场 观众是什么 第一 大观 对吧 第二 大款 第三 大鼻子 往往是研究这个 你光研究这个 行吗 大观 何时花过钱 大款 何时有时间 来花钱 大鼻子 这倒是有点时间 有点钱 但是毕竟在现代市场里 他们已经不是主流了 或者我们就研究中老年人 老年人叫做 有点钱 有点时间 但是舍不得花钱 中年人呢 有点钱 没有时间 有钱 没时间花 只有年轻人 又没有钱 又没有时间 可是 有多少花多少 这就是市场主流 我们现在有多人 关注到这样的市场主流 所以 一系列的事情都在变化 在这个变化过程之中 我们一定要紧密跟踪 说到底啊 未来的 竞争 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效率 现在人都急 我有时候就奇怪了 平常浪费多少时间都可以 怎么碰到点事情这么急呢 我不知道 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心态的 浮躁和急躁 最简单 比如我们坐飞机 飞机降落了 马上就有人开始动 荷姆子抢到第一个出去 你差这么两分钟吗 不差 就是心态的原因 所以 效率的竞争是第一位的竞争 第二呢 就是便利的竞争 就是一定要让大家非常方便 如果达不到这种便利 很多事情我们就做不好 比如你盖这栋房子 你盖得挺讲究 就是什么事都不方便 你这房子不可能有竞争力 第三个呢 就是个性的竞争 怎么来体现个性 怎么来突出个性 花样很多 比如说在20年以前 有的酒店就采取这样的方式 张学友要到南京去唱歌 对吧 然后住在这个酒店 这个酒店事先就搞了一堆张学友的照片 放大了 挂在他的房间里 所以张学友一进去 那种亲切感就扑面而来 马上就很难想说 我记住这家酒店了 那时候的网络信息条件 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但是人家就知道怎么对应个性 对吧 像那种个性化服务当中 在这个旅游行业 尤其在酒店行业太普遍了 可是在我们房地产行业 很少 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房地产的模式 基本上是工业化的运营模式 对吧 追求个性是一种后工业化的需求 第四个就是细节的竞争 你细节是不是到位 如果能够到位 你就有竞争了 如果不能到位 表面看着很好 实际上就很差 所以下一步最终的竞争 是这四个方面的竞争 第三是产业扩大化 比如说吧 这个营地 现在是很多房地产开发上非常关注的 我见到一个新疆的老板 他还是原来德龙出来 他就说想在全国搞三百个营地 一个营地投资五千万 这就是一百五十亿投资 现在大概已经铺下来有四五十个了 我看他是挺勤愧的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是营地的商业模式和在 他说我最终的商业模式是上市 我说你这看得很明白 因为你在网络化的运作 最终的商业模式是上市 问题是 你如果形成现实的商业模式 你那最终的商业模式就很难形成 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土地 因为现在搞营地 一般都是土地租赁 而且是借用林地 就是林业用地 我增加了一个功能 你可以来搞个营地 我可以临成本出让 关键在于 土地的性质如果不能改变 就意味着你只有一个商业模式 是吗 就是日常服务 经营这样的商业模式 就国际来说 世界上来说 一般营地都是这样的模式 它也是政府支持 是吧 可是从根本上来说 这就不是房地产开发上的路数 所以很多机构提出来 我想搞多少头的营地 我一般的态度都是破了个水 我说除非一条 就是你在大城市周边 你能有自己的土地 你可以把这个土地的性质转变 你可以买下来 这事有戏 比如说大戈壁摊 那种土地 倒贴我也不能要 你要它没有意义 可是现在很多 房地产开发上就很关注这个事 因为觉得这是未来的前景 没错 是未来的前景 未来的前景 要看什么样的模式 才有真正的商业前景 所以这里边啊 我谈一个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现在看事情也是这样 第一个 历史的眼光 这是第一个 就是什么事情 有句老话嘛 叫太阳底下无心事 你老觉得我们这是很心 你刨一划历史 我们没有多少心事 第二个呢 就是要有世界的眼光 这种世界的眼光 比如说 我就从这营地说起来 为什么说有前景呢 房车 美国有800万辆房车 欧洲有450万辆房车 日本叫做地宅人多 都有一百万辆房车 我们中国现在有多少 把这两年的迅速的成长 算在里面之内 两万辆房车 那我们比美国 比欧洲 比日本 我们这房车 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呢 这是一个世界的眼光 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前景无限 但是还有一个眼光呢 就是现实的眼光 就是中国有这么一个现实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 中国的房车 会发展到100万辆以上 这不可能 因为很简单 我们更是地宿人多 所以你说 美国800万辆 我们到美国的经济水平 我们至少也得800万辆 这种比较 就是简单的比较 第四个叫城乡一体化 这个涉及到我们这一块了 因为现在全国的农家乐 已经搞了28年 说个大数 叫全国200万家农家乐 200万家农家乐 什么概念呢 基本上一个县 1000家农家乐 这大体上已经发展到一个极致了 是吧 可是在这个基础上 以几个新的东西出来 这几个新的东西啊 倒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 休闲农庄 因为现在农家乐的运营啊 叫做农家乐是原子化的 乡村是碎片化的 所以需要整合 休闲农庄就是一个整合方式 第二个呢 叫景区依托 就是依托的景区 培育一个乡村的有体系 第三个叫度假社区 度假社区是个重点 实际上现在已经 蓬蓬蓬蓬发展起来了 我们对度假社区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不在城市建城区范围之内 那就是在乡村范围之内 但是呢 它做的是一个城市化的东西 这叫第二居所 但是创造是第一生活 所以度假社区啊 这种第二居所 我记得15年以前 我们研究这个第二居所的时候 觉得在中国啊 还遥不可及 实际上现在 大城市周边 第二居所都已经培育起来 我们所谓的旅游地产 重点都在这个点上 但对这个点我们就得 有研究啊 就得判断得清楚啊 所以第二居所的基本的模式呢 一个叫做四加三 就是我在城里边四天 在第二居所三天 三个晚 这是第一个 这样的话呢 我在城里可以窝居 而第二居所呢 要求就高一些 所以第二个就是大加小 或者叫小加大 城里边可以小 可以租 外边面积一定要大一点 第三个特点呢 叫外加内 第二居所啊 有一部分是本地人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 是外地人 因为他在市中心 他已经进不来了 第三个呢 日常状态是老加小 所以这个第二居所 如果说你从礼拜一 到礼拜四 你看到的人 基本就是老人和孩子 这样的话 你这个第二居所的建设 你就得研究 怎么来对应这几个特点 如果对应不了 这就不行 第四类叫庄园文化 庄园文化在中国 现在基本上没有 因为我们历史上 就没有这种传统 一说就是地主庄园 就是刘文采 是吧 可是你到欧洲去看一看 就那样的庄园文化 那真是 上千年的文化积淀 培育出来的这种庄园 所以这几个点啊 我觉得这几个新点 几个亮点 这是需要我们 这个旅游地产下一步下功夫 而且这里边有很多 这个创新的模式 因为我们现在啊 有些事很荒唐 尤其是有一些 所谓的文化人 变成一种 叫保护的原教旨主义者 是吧 在他们看起来 动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都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问题在于 中国这么多人 我们能把资源 闲进来吗 闲置的资源 不叫资源 所以我对 类似这样的事 我就说一个 我们就是要 这个这个这个 积极利用 达到一个深入保护 我们不光是一个 表层的保护 很简单 因为中国的传统建筑 都是统墓结构 统墓结构的建筑 如果没有人在里边居住 这样的房子就保不住 所以我们如果只是一个 叫做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 这不是一个好方式 但是国外有很多招啊 比如说吧 西班牙 西班牙有几千个古堡 他们政府也很头疼 几千古堡 如果按照自然状态 慢慢就坍塌了 慢慢就废弃了 可是如果要把它 统统修复 政府办不了这个事 所以西班牙就搞了 一个制度创新 一个美元买一个古堡 所以那时候美国 日本 这种大款都跑过去了 一个美元包买一个古堡 是太不得了了 我是一个古堡的保主啊 如果在今天 中国人肯定要冲过去 但是人有一系列的规定 第一 必须按照我的规划和设计来修复 第二 你可以自己用 但是必须有 至少有一半的面积 要对公众开放 就这两条 下桌了 所以后来这个 尤其很多日本人啊 西班牙挖了个坑 把我们圈进来 但是又舍不得 所以一美元买了一个古堡 很可能花了一百万美元 把这个古堡修复 那他必须得研究 如何积极利用 我把这个古堡当作一个博物馆 我把那个古堡呢 当作一个餐馆 我把那个古堡当作一个娱乐的一点 百化其放 最终呢 保护的目的达到了 利用的目的也达到了 政府一个钱不忘 是吧 你将来经营的时候 我还可以收一点税 这就是很聪明的做法 类似这样的制度创新 至少在短期内 我看在中国不会有 所以 从乡村旅游的角度来说 这是我们旅游房地产 下一步发展的重点 这个重点里边 有这么四个亮点 把这四个亮点抓住了 我看我们 还是有戏的 说到底就是什么 对农村啊 应该用景观的概念 看待农村 不能以扫而光 用综合的理念进行农业 通过旅游 提高土地利用利益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用人才的观点 发动农民 使农民也成为文化传承者 供应美术师 另一方面是城市 第五个叫文旅融合化 传统文化现在解读 传统资源现在产品 传统产品现在市场 传统如果不和现代结合 就是博物馆里的东西 对吧 你在市场上 就很难真正实现价值 但是 这个和现代的结合 就要关注现代的需求 比如说吧 北京的周口店 这是中国第一批 1986年进入世界遗产单位 这么多年以来 一般每年接待三万人 最多的一年接待六万人 他们专门请我去研究 怎么做大做强 我说你这事做不大 因为你的专业化太强 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 科研价值 一流 所以才能进入世界 文化医生 但是市场价值 审美价值 旅游价值 不行 这两者之间 不是完全能够画等号 这就在于这样的推荐 我说你这个 就是对应专业化人士 这么一个产品 你也别琢磨这个 你能把它保护好就行了 但是多数产品不是这样 所以就需要研究啊 我们现在的状况叫 拆了老的建新的 建了新的 想老的 想了老的 防老的 厌品充斥 全中国 我们现在就是什么状况 比如山东的财社庄 财社庄在工地的时候 我去了一下 我看了看 就是一片平地 我说有没有老房子 然后还有一栋 我把那栋老房子看了看 然后建起来了 市场价格我报 我评价财社庄是什么 一流的产品 很遗憾是艳品 但是他把艳品做到一流也行了 因为他有市场 所以财社庄一说 号称天下的一庄 又古运河上的什么这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 我评价并不高 但是他做得不错 所以这里边 我们叫做什么呀 不能均匀于专家的眼光 不能均匀于 这个现在的状况 应该是 用无形开发有形 用有形承载无形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所以反过来再说一个 今天的精品 明天的文物 后天的遗产 我们这一代给后人到底留什么 我们一说什么叫遗产 自然遗产是老天爷给的 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给的 那我们这一代人给后人留什么 我们就留建筑垃圾吗 我看差不多 反正现在啊 说这些话都没有意义了 该破坏的基本上已经破坏完了 现在也就是偶尔到一些地方 我看这些地方没搞建设 我就醒过你了 我说这地方一定有个老东西 但是这样的地方 一定是偏远落后贫困的地区 我说穷也有好处啊 穷的连破坏的力量都没有 所以留下了一片好山水 留下了一片好温暖 比如像山西 山西现在总体叫做 山河破碎满目创意 所以山西就没得看了 也没得做了 但是有两个地方 三个地方 我非常赞成 这三个地方特点是什么 就是地底下都没有没 一个平遥 平遥的县委书记就说 从开国以来 我们历届县委县政府 都想把这老城拆了 因为这不符合 社会主义的要求啊 但是因为穷没有钱 拆不动 后来旅游起来 他发现 留了一个世界遗产 第二个呢 就是山西的平顺 平顺的地方也是 它地底下就是没有没 所以多年一来 一直是文化 一直是农业县 到现在好东西都留了 第三个叫卢亚山 那个地方也是这样 只要地底下有没的 早毁了 所以就去年 我跟着黄总一块到普尔 我就非常赞成 普尔这个沈书记 从那里我就得了一个结论 发展要有定力 他甘愿 每年在这个云南十七个地州市 倒数第二 坚守了八年 守住了一片好山水 守住了一片好文化 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想一下 我专门出了一本书 就叫创造未来的文化遗产 我当时出这本书 适合有些专家较劲 因为这些专家 动不动 就是说 发展旅游破坏环境 破坏文化 动不动就这句话 后来我和他们辩论多次 我说你们我说的是道理 他说因为旅游是修理 所以就必然破坏 而这个逻辑上不成立 因为我们有一个误区 总觉得这个文化遗产 一定得有多少多少历史 完全不是这样的概念 联合国教和恩组织 对文化遗产的要求 就是代表一个时代的 典型的文化建筑 这些东西 这就是文化遗产 所以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白城 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 最新的 澳大利亚的悉尼科剧院 这是1973年建成的 这些东西都进了世界文化遗产 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概念 我们对我们现在做项目 就会珍重得多 所以我曾经想过 我们搞一批 未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 我就挂这个牌 我就弘扬这个东西 然后当时我在全高数了 大概有十几个 这样子项目 那真是凤毛林角 所以最终啊 就是文旅融合 要达到五看 形成五可 强化五个度 建设五个例 我想我们做这个旅游地产项目 如果你要符合这四个五 你绝对是一流 你绝对有可能 作为未来的遗产留下来 一流是企业的创新 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旅游企业 因为旅游企业的生产 首先不是生产什么具体产品 而是生产什么概念 所以我把旅游地产开发 我也是做一种新型的旅游企业 是吧 那我就问 我们生产什么概念 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成果方式 对吧 我们生产的是这个东西 而不是简单的做一个楼盘 如果只是从这个 简单做一个楼盘角度来说 你就谈不上旅游地产 第七叫资本的运作 旅游休闲啊 需求是最大的优势 市场是根本的基础 所以这些年来 经济不管怎么波动 在这个市场上 有小波没有大动 是吧 从这个 除了有几次大的 比如说 2003年萨斯 一下这个市场 萎靡了 可是呢 萨斯一结束 三个月全恢复 很简单一个道理 我们到了一个发展阶段 这个市场叫综合性需求 多元化市场 网络化基础 很自然就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关注 现在有五种情况 第一种银行运作 所以现在就是一般 这个说 类似这样的项目 你去找银行 银行都问题都不大 是吧 可是你要是制造业的项目 你去找银行 这个哪个呢 复杂的事多了 第二呢 上市运作 上市运作很难 因为它难在哪儿啊 就是难在资源不能上市 从1998年吧 桂林旅游上市开始 当时建设部文物局都极力反对 所以证监会有一句话 你们协调好了再说上市的事 本来桂林旅游呢 是拿了四个景区 还有一堆资产上市 就后来把这四个景区都切出去 切出去 桂林一次上市融资只融了四亿多 本来计划是融十个亿的 可是它上市的这点钱 最终还是拿来检测景区的 现在这条路啊 不太人逛 但是也是一条路 第三是基金运作 这是这里三年之内 出现的新情况 现在很多基金 都非常关注旅游项目 比如我认识一个基金 几乎是那个基金的总裁 每个月找我谈一次 就是你都去哪了 你看到什么好项目 我就跟他们说 说完了之后 第二天几路人马派出去 把我说的几个项目都看一遍 然后回来又跟我讨论 积极性非常高 而且这不是一个基金 应该说一批基金 现在都是这么做 第四类情况就是房地产运作 大体上我们做旅游房地产这些人 基本都是房地产转过来 这应该说变成了一个主流 变成了一个主流趋势 我昨天刚看了一个材料 就是2012年全国旅游房地产的项目 大概是3000个 总投入上万亿 当然这里可能要花账 但是我想啊 就是不管怎么样 他戴着摸帽子在头 比如明明有一个房地产项目 非得加上旅游俩字 他觉得这个事就好办 卖也好卖 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总体来说反映了一种趋势 第五种情况呢 就是邝老板的运作 比如说山西现在所有的景区 基本上都被没老板 卖下来了 基本上都这么一个情况 其中我碰到一个没老板 这很典型 他就说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干这事 他现在在山西的棉山 投了十几个亿了 这老板很好玩 他就说 我不是一个家族 我现在这企业集团两万多人 我得考虑几千个家庭 将来怎么办 煤炭是黑色产业 旅游是绿色产业 煤炭是西洋产业 旅游是照样产业 所以我要把这结合起来 我说你这眼光不错 战略是对的 就是做法不对 为什么呢 他就看不得一寸土地闲着 在那山上建了无数的建筑 后来我就说 我说你吃饱了撑子了 你干什么呢 然后构想了一个棉山 三日游 五日游 七日游 十一日游 我说你知道十一日游 十一日游是什么概念 美国人到中国 基本上十五天 把中国走遍了 你这一个山 还十一日游 荒唐 但是他不去封堂 是吧 也挺有意思 但是我就感觉 这些邝老板叫什么 有钱没思路 山西还有一个邝老板 也是要开发一个山 到北京找了我十几趟 打电话打了好几十次 好了我实在烦了 我说去一趟 去完了之后 在山上走了一天 来来回回的 我想怎么干 我想投资两个亿 我说你这事不灵 晚上就开会 市长也在那 我说这个山 如果投资两个亿 一定失败 我看投资五千万 有可能做成 市长脸哗啦就下来了 后来我就跟市长说 我说市长我说个道理 投资五千万是一个活项目 投资两个亿 是个死项目 你希望走哪条路 结果还就是 投资五千万 把这事盘活了 所以我就一感觉 我说基金很高涨吗 但是思路实在是长 是吧 同时还有一些 其他的各类资金 都在进入 说到底 这个事儿 把钱玩转 以前生前 你问说 油房地产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我说商业模式就是这八个路 问题在于 我们能不能把钱玩转 能不能做到以前生前 还是就觉得 我弄了一片土地 建了一片楼 哇 楼卖了就行 如果光这么想 这个字路窄了 发生人才的调整 很简单 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我们就需要新型的人才 这种新型的人才 一定是负荷型的人才 来对应综合性的发展 是吧 同时呢 要有一个专业性的开拓 来对应新领域 反正到现在为止 这方面我见到的 我很赞赏的人才 真是不多 比如说 有的景区劳总 做了多年 景区经营管理 包括建设这套 很有经验 是吧 但是你要让它复合一下 开拓一下 不行了 我们有些房地产的人才呢 你说做房地产 百分之矮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怎么结合旅游来做 不知道 所以 大家就都有一个路由的依赖 有一个思维习惯 就是用自己的经验 来想着怎么做这个事 所以现在应该这么说 成功的项目有很多 但是可持续的项目不多 我的总理判断是谁 所以这里边 应该是用新战略 整合旧人才 用新思路吸引新人才 比如说杨万达集团 把原来中旅总车 哪老总挖过去了 可是这老总 坐旅行车有一套 真正做这个项目 他不领 这样的话 就变成老板就逼着他 长白山国际度假区 明年必须得给我弄多少人过来 就逼着做这么一套 弄得老总也挺苦闹 他说那索性 所以这几天 他们在整合旅行社 想收购一批旅行社 收购旅行社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解他项目之难 解他的客人不足之难 就是做这个 什么是旅游房地产 一种 为满足旅游需求而开发的房地产 这是比较标准的 比较典型的旅游房地产 比如酒店 第二种 因旅游需求而拉动的房地产 这个范围就大了 第三种 是因旅游时尚而符号化的房地产 现在多数旅游房地产 实际上是这个概念 第四种呢 就是坐落于旅游景区的房地产 大体上旅游房地产 是这么四种情况 问题在于什么 概念太龙统 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学历不准确 而且呢项目判断 好像只要沾点标就行 而且大小无说法 大的几十亿 小的呢几千万 这都是旅游房地产嘛 因为这里涉及到政府关系 调解 所以这里啊就两个角度 一个是旅游角度 一个是房地产角度 从范围来说呢 大概念叫临时居所或者用所 中概念是注入了旅游元素的房地产项目 小概念基本上定位就是第二居所 做一个转换就是休闲房地产 所以我把旅游房地产转换为 一个休闲房地产 包括六类 这六类是核心 而且这六类基本上可以涵盖 我们现在旅游房地产的各类项目 现实中也都有 这里边的核心啊 就是一个链条 就是按照需求链 这个形成消费链 然后再谋求一个经营链 最后达到一个产业链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对这个需求链 研究的就不足 所以你这个项目 我碰到一些这个老板 房地产老板 我说你到底对应谁 确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里边综合性 复合性 组合性 创新性 无限性 这是旅游房地产的几个特点 类型呢 区域的类型 城市中央休闲区 度假区 生态旅游区 文化旅游区 旅游综合体 具体的类型呢 就是公寓 度假村 民居 别墅 产权酒店 营地 乡村居住房车 这是具体的类型 关于这个旅游投资啊 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介入 比如从规模化本市 目的铁投资 目的铁投资是什么意思 规模大 又不易过大 所以比较合适的目的铁投资 就是以线为单位 就像中央和这个异线 你这种关系 就是一个目的铁投资 是吧 它的好处呢 是相当于一级开发 所以有一级开发 你可以有二次招商 现在一级开发很难了 如果你能够拿到一级开发权 基本上 你的项目百分之百了 因为它最大的商业模式 在于土地增值 二次招商的过程之中 你就实现目的 是吧 第二种规模 就是城市旅游投资 就是万达的模式 第三种呢 就是项目投资 过去的重点在景区 今后的重点在出现度假 是吧 这是从规模划分 第二就是从数量划分 一来就是数量多 数量多的这种投资 叫可复制 做概率 比如经营酒店 我做三百个 三百个里边 有一百个失败 二百个成功 我这就是成功的 这就是做概率 等于数量多 但是旅游房内产 这样的事不多 是吧 第二类呢 就是个性化强 项目独立 做精准 比如做景区 然后个性化非常强 有相应的垄断性 是吧 第三呢 就是综合模式 就是既是吸引物 又是聚集区 比如说度假区 度假区本身 是一个产业具体 也是一个需求具体 但是它又构造了一个吸引物 第三就是从这个 进入渠道化分 一类叫政府吸引 政府吸引 要点在于资源 难点在于选择 有没有好资源 有好资源 现在大家都看上了 所以难点在哪呢 要寻找一些 现在大家还没有完全发现 可是将来有潜力的地方 第二个呢 就直接进入 直接进入的是 要点在于土地 难点在于退出 是吧 你把地站了 你就慢慢开发 但是你怎么退出啊 是吧 你要是想不好 这个退出渠道 和退出的机制 你觉得这事挺好 最终你可能就陷在里边 第三呢 就是趁火打结 找困难的好项目 什么叫好项目 基础好 前景好 但是呢 现在碰到了困难 就是找困难的好项目 因为这个对于对方 也是一种退出机制 这里边啊 有运气的成分 第二呢 叫失败项目案 我把失败的说一说 因为我碰到项目啊 我先看败 你分析半天 败的可能性不大 这项目必成 凡事都有两面理 我们习惯性的是 可行性论证 先论优势 论了半天 哪个项目都可行 那为什么还有败啊 把两面理都想清楚 尤其是把败的这一面想清楚 第一个错误实践 这涉及到开发失序的问题 就是 95年的时候 在江苏的吴江 苏州的吴江县 搞了一个江苏福罗贝尔科技乐园 投资8个亿 那时候在旅游来说是大项目 而且 所有去的人都说是项目必成 这是一个台湾老板投的 而且当时就看训练员工 就那一套 台湾那一套摩托员 真棒 我就问那老板 你这项目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感觉当然好 他就说了一个 我离苏州110公里 离杭州140公里 离上海60公里 三个特大型城市的中心 我说项目怎么能办呢 结果这个开园之后 没人去 建筑公司回来拆园里内的设备 农民去哄抢园里内的物资 这我老板都找不着 我就问江苏的邮局 我问你分析分析 这个项目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说我们到现在说不明白 我说我就说一点 早了 早了五年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所谓三个特大型城市的中心 是几何中心 不是交通中心 当时高速路没有修 这个大交通过不去 自驾车还没有 对吧 所以说起来是个好位置 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死角 这就叫错误时间 第二是错误地点 就是海南通常 搞了一个民族文化园 这个老板也有点晕 他就说深圳有一个嘛 民族文化村 他还等于在那复制了一个 他这个项目投资到不到 一亿三 可在当时也算不小了 结果也是 想当然 他就说 三亚一年要去几百万人 我这里三亚就是四十公里 哪怕过了百分之十 我就够了 怕就怕这个哪怕 我们很多项目论证啊 都是这种说法 哪怕如何如何 好像还很保守 结果也是 没人去 然后这老板呢 就把罪责都栽在导游头上 然后都栽在海南旅游局头上 他也不知道通过一个什么关系 还让经济日报发动一次讨论 连续发了六个文章 经济日报找我 约着写篇稿子 我说我就一个要求 你们不能改 我怎么写 你们怎么登 这可以 因为我的判断就是什么 错误时间 错误地点 错误决策 错误项目 这老板把这个 栽到海南旅游局头上 是没有道理的 他就让海南旅游秩序不好 因为我不肯给导游回责 所以导游就不带翻外 他就是这么一条逻辑 结果经济日报一看含糊了 不敢发 我说不敢发就算 后来我就给这老板出了一个主意 我说我告诉你 怎么做了一个事 你白天当园子开 晚上当旅馆开 你不是这么多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民族民族房子吗 你晚上就当旅馆开 一天两工呢 你还能活 最后他索性 把这片地啊 卖给一个房地产老板 他就撤出了 还挣了点钱 是吧 因为这个 这几年土地在升值 第三个 错误方式 就是我刚才讲的 宁博天下预言 我就不说了 第四个叫错误理念 就是潘雨那时候 搞了一个飞龙公园 就是年代初的时候 正好我们在广州 开全国里有局长会 局长我们都去了 老板叫钱飞龙 是吧 他还跟那个 钱金珍副总理也去了 还跟钱副总理套词 我跟你是本家啊 什么之后呢 结果我一去 我说这个项目不行 都是蛇 弄几个美女 穿着游泳衣 在那蛇窝里 哎呀 看着就很不舒服 我说这个项目肯定不行 因为它没有给人美感 没有给人愉悦的感觉 所有人去了都很不舒服 这项目能行吗 后来果然没两年就化了 同时还有一个全面的头 对吧 就是主题公园发展 主题乱 模式乱 操作乱 全国主题公园最多的时候 几千个 那时候成都就号称叫百宫大战 就是只要这个人类文化历史上 能够提供 一定得有一个宫 这些后来几乎都死了 现在全国主题公园 留下来的就这么十来个吗 华教城这几家 再加上方策这几家 所以也就这样东西 别的不多 还有一些零散的 比如这个山东 威海有一个华夏文化园 也还活着 可是 虽然是全面头 同时也是全面正确 从主题公园的角度来说 几乎都死了 从房地产的项目来说 百分之百成功 道理在哪 当时做这个主题公园 一定是在成交结合部 画了挺大的一片地 我们这个城市化 这么极致地扩张 这些土地迅速升值 最后这些主题公园 就是地面的附着物一拆 一片房地产全都正硬 所以你说是错呢 还是对呢 这很难做一个终极判断 成功的项目 也有一队 成都有花水湾温泉 我说这叫空手淘汰了 四川省地址厅 有一个工程师 一个小伙子 他懂行啊 他就知道在花水湾 那个地方有温泉 然后他就辞职了 下海了 借了五十万块钱 可是他当时在那个地方 打了一个温泉井啊 一口井要五百万 没钱怎么办啊 他去找银行贷款 银行说 你得有手续啊 至少你得有抵押物啊 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带你的款 我相信你的判断 他又走么一周 就和一家保险公司商量 设立了一个新贤重 就是保证这个地方 可以打出 有商业价值的温泉来 这个保额五百万 保费五十万 他把这五十万 都是扔给保险公司了 拿了一张保单 以这个保单抵押 到银行把五百万代言来 就把银打出来了 打出来之后 就可以周转了嘛 他就拿 又弄了一笔钱 把当地铺了一大片土地 就开始卖地 那时候那贫困地区 哪有土地价值的概念 折腾了五年 他自己的资产 就折腾到两个亿了 那个地方呢 十五家温泉度假村都建成了 形成了大概二十多亿 用的水 都是他这口经的水 我就说这样的人啊 叫做空手套白朗 但是脑子不红 机智不红 人才不红 这是我见到很典型的这么一个 第二个就是深圳明斯克 这是德龙集团的企业 后来德龙垮台了 只有这个明斯克是个好资产 现在归中心了 好像是 我去的时候啊 我就发现 他们这几招真是聪明 因为这个明斯克啊 是从韩国买了一个船 韩国从俄罗斯进来的船 韩国进来是想拆船 然后他们买过来 就说我要双一花运走 所以已经让韩国人 挣了一辈子的钱了 两百多万美元嘛 他们五百多万美元买进来 买进来之后就装修 构想了一个概念 叫明斯克的军事主题公园 装修快结束了 找了一把火 按一般的项目来说 这项目就死了 不心不恼接着干 最后把这事弄完了 大概总投入有两亿多人民币 和他们当初预想的成本 高出一大块来了 然后他们使了这么几招 我说这榜人真是聪明 第一 做了一个评估 评估花了一把大钱 非常扎实 然后评估下来啊 这个明斯克军事主题公园 价值六个亿 拿着这个评估报告 和明斯克这套东西 找了一家银行 要求贷款三个亿 银行一看合适啊 贷了 这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还没有开业呢 风险已经全都转嫁到银行 而且他一个亿的利润已经到手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又找了一家银行 拿他的门票 来质押 也是评估下来说 我五年可以收五亿的门票 要求贷款三个亿 那一家也欣然同意 所以 还没开业呢 六亿的现金到手了 四亿的利润到手了 所以 开业的时候呢 门口坐着银行的一个人 每张门票 银行收到 然后呢 第一家银行 反正我到期还本复兴 这两步走完了 你想 我这文章还没做完啊 又想了一个 军事主题公园嘛 结果当一个影视基地开 每年在那拍电影 拍电视剧 他收入两千多万 这是他的净收入 这是第三笔 第四笔呢 又想 白天开完了晚上干什么 构想了一个明斯克之夜 然后拍卖明斯克之夜 你这个大公司搞活动 都可以到这来搞 大家班 航空母舰嘛 全套的俄罗斯军事文化 大家觉得这也不错 这一年又收入几千万 所以就这样一个 在一般人看起来 已经死了的项目 最后做到 做到这一步 我评价它就是证券化加产业链 这比美国人朝鲜 美国人的概念就是 无事不可证券 连垃圾都可以证券化 垃圾债券都可以证券化 他这就是 把他这些 通过门条证券化 加上产业链的方式 把这事做起来 失败有失败的原因 成功就成功到了 没有是非 但是都有误区 所以这里的核心啊 就是规律 认识规律 把握规律 符合规律 这里我再说个案例 迪斯尼进入中国 迪斯尼进中国啊 之前 派了一个工作团队 研究了十年 研究了十年 花了五千万的钱金费用 最后得了一个结论 迪斯尼现在进入中国 不合适 我们一般想象 这不冤大头吗 花了五千万就买了 这么一句话 他们觉得很值 但是时刻盯着中国 这事 所以到最后 等于前几年吧 和上海 去年和上海签订的协议 但是 它就结合中国的情况 搞明白一点 所以 世界的迪斯尼 比如说这个 洛杉矶的 叫 迪斯尼沃的 对吧 这个佛罗里达的 叫迪斯尼沃的 在中国 叫迪斯尼 度假乐园 为什么加度假乐园 就是这个项目 你上海要干 给我一片地 没有一片地 我不干 这个事是 朱镕基在上海 当市长事就开始谈 所以无论是会 也就接受了 实际上 他就用这个 度假区域的 这一片房地产 来支撑将来的运营 也就意味着 这样的项目 从 规则一开始设立 美国人就把自己 设立在 不败之地 其他地方不同 美国这两个 迪斯尼是挣钱的 日本的 打平 欧洲的迪斯尼 亏损 这么多年始终亏损 香港也始终在亏损 所以在中国 他怎么做 就是这么一招 在这里边 一个是项目基础 一个是项目条件 一个叫项目实际 最终是项目人才 你没有合适的人 干不了合适的事 对不对 从选择要素来说 涉及到七个方面 第一个是市场 第二是区域 第三个是交通 第四个是环境 第五是资源 第六是土地 第七个是合作者 通过这么七个要素 你来选择项目 其中 比如土地 要有足够的建设用力 和发展余地 但是旅游用力的特殊性 在哪 坡地 浅山丘陵最好用 你一马平专土地 我反而不好用 第二呢 就是造地 我可以造地 第三就是负荷用力 就是一个地方 有多功能 这样来做 所以呢 我们做旅游项目 包括旅游房地产项目 你争取土地的余地 比做工业 做一般的房地产 余地大得多得多 是吧 我们一说就是五边地 五边地做旅游最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把这些东西 好好地研究 研究 我之所以说合作者 是什么 因为你任何一个项目 都有当地的合作者 这些合作者 有眼光 有经验 有合作精神 这就是好的合作者 是不是 要不然 你强容压不住地头舌 这是必然的 项目选择的基本模式 就是第一 就按照上面七个要素 但是顺序不同 每个项目的情况不同 第二就是战略模式 你是做一个单体项目 还是做一个群体推进 第三个就是进入 进入应该是多种渠道的选择 单一渠道 往往风险比较大 第四个就是操作 不要说我把项目建好了 我再做市场 那不灵 从这项目开建 我就开始操作 这是种种之种 为什么呢 它就涉及到你的二次招商 对吧 比如你土地增值这把钱 你挣不到 但是呢 我一个大的项目 我得找很多小商进来 也同样需要操作 第五就是升值 等市场热了 你就开车了 第六就是推出 上市 股权转让 谈薄 持续经营 这四种推出方式都可以 只要看具体的项目 第二就是项目运作 项目运作 第一是分析要点 涉及到这一系列的要点 这个要点 我单独得说一句 就是竞争分析 因为我们做项目 总觉得我一分析起来 觉得非常乐观 但是往往你看准了 别人也看准了 你这个项目在落的时候 可能有 同时要好几个项目在落 把这个看明白才可能 这个地方政府啊 那恶招多的喊 我有一次在保定 有一条这个 有一条高速路 我说路修得不错 谁修的 我说港商修 港商当时修的时候 专门派了两个人 就在原来那个老路上 就盯着一个车流 这个记录这个车流 可是那几天呢 当地政府知道有人在那盯着 本来啊还有一条路 所以那几天他就把那条路断了 所有的车都走这条道 所以你看哇 车流量这么大 这项目好做啊 结果这个高速路修起来 啪那条路开开 没戏了 政府的政绩到手了 投资商的投资失败了 所以这里务必把这个竞争分析搞清楚 第二就是五种眼光 就是我们面对着五种眼光 这里边啊 官员浩大喜功 开发商摊打求养 规划者推波助澜 评认者随波助流 这是现在的不愿情况 如果说你想摊打求养 那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有很多开发商 我根本就不出这项目赚钱 但是我要求你政府要给我配套土地 我只要那块土地挣钱 也可以 这样的话呢 你政府要求什么我做什么 对吧 这也是明智的选择 最终是消费者的五种诉求 对吧 然后要研究组合度和优化度 最后形成一个综合推进 对吧 还有这里呢 还有一个什么叫精英模式 不能是单一模式 所以涉及到景区开发的商业模式 景区运营经营的商业模式 最终是一个具体化 说到底是一个模式的提升 现在简单说三类模式 一二是华侨证模式 就是旅游价地产 就把土地资源的利用最大化 第二是港中旅这个海泉湾模式 简称为造地模式 我就通过海滨灿州到底一步到位 第三就是西安取江新区的模式 这是一个提地模式 通过成变开发项目运作 提升土地价值 但是这样的事啊 民企一般干不了 尤其是西安这个 西安这个呢 你想 十六百公共土地 最后政府在通过土地上 拿了三百亿 然后一堆项目都起来了 叫开发商也挣钱了 叫政府挣了大头 开发商挣了小头 但是项目做的都不错 所以这就需要一个完整的政科 隆隆通通地说了游价地产 我是不赞成 因为每一个类型 都有每一个类型的特点 都有它的投入模式 也有它的运营模式 要构造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 第一类叫度假区 一般来说是大头 就是现在十二个国家的 级的旅游度假区 省级的旅游度假区 我看全国要数下 得有几百个了 山东一个省就三十六了 所以这样度假区呢 一般都是政府主导操作 做好了可以挣一把钱 做不好呢 反正政府兜着 像那个万达 那个长辫山国际度假区 这样的模式很少 而且那个也不是万达一家做 它是七家房地产公司一块做 所以有钱大家挣 有风险大家背 第二类呢 叫旅游东和底 这也是万达的这种模式 实际上这种模式呢 不是新鲜模式 比如韩国这个 首尔有一个乐天集团嘛 乐天集团在那做了一个乐天 我就看过两次 它就是一个综合体模式 国内呢 万达广场的模式 这是比较普遍化了 你有一百多个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瘦冰棒的模式 这一类啊 它叫城市综合体 实际上我的看法 准确的定位叫城市休闲综合体 因为它满足城市白领和年轻人 综合项目 综合消费 综合体验 第三类呢 叫城市中央休闲区 简单的就是 北京市啊 上海新建地 成都宽展项目 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旧街区的层面改造 这个现在还没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商机还是很多的 我现在走到好多地方 我都在谈这个 我说你这个地方必须要勾造一个 城市中央休闲区 我也比较关注 比如我上个礼拜在 贵州的流盘水 那是个新兴城市 煤炭城市 钢铁城市 电力城市 我就问有没有老城区 他们带我去看了一片 我看完了 我说这片可做 模式就是城市中央休闲区 叫做六小五多 做出来很有味道 而且这样的项目都是什么 明明知道那儿的刀子磨得快快的 大家还要伸着脑袋去挨嘴 对吧 你说因为真正好在那儿 它就是热闹 因为它积累了城市中文化 比如像现在黄山那个 我最早在黄山那个屯西老街 我就说 我说这老街要扩大 一定要从一条街 扩大成一片区 构建一个新的城市中央休闲区 我上次去看看 已经有味道了 是吧 这个模式基本形成了 六小五多四大 三个两段 两类一中心 要归纳一下来就是这么一套 第四号叫六五开发 所以六五开发 古城古镇 古村 古街区 古道 古关 现在呢 是古城古镇 古村 开发密度大 是吧 其中 观光模式是平遥 综合模式是五镇 一流体验是云南的和尚 一流的艳品就是泰尔庄 是吧 可是古街区 古道 古关 这个现在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 比如说 黄山那儿就有一个辉寒古道 我们曾经三十多万人走过一趟 哇 这一路很热闹啊 还有老外背着包 中间有两个这个 帐篷营地 我就问那个老外 从哪来的 法国 我说你法国人怎么能知道这个地方 他说我在上海工作 在网上查到了这个地方 一问 这个地方一年 接待二十万人 反正也不收门票 就是他们大体有统计 这样的古道 后来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全国现在有名有名的 还有八十五条 有些呢 就是没上网 比如当年新朝的时候 就开了十二条道 这些古道啊 现在遗寸还很多 很有味道 所以这是可做的 还有这个古关 古关现在一说 就是中国十大关 实际上不止十大关 大关叫十个 叫成名的 这个没成名的关 还有一大堆 而且一般古关下边 都有古镇古村 都有古道 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开发 这还是好项目 历史上这些地方 古道古关 都是交通要冲 所以一般都有 比较成片的聚集起来的东西 现在交通力发展 从公路开始有 直接就没落了 没落到什么程度 就是穷的 连破坏的力量都没有 所以这些地方 到时候可以坐一坐 第五类叫度假房地产 种类很多 比如说 区域二线海景房 海滨一线海景房 度假酒店 度假公寓 商业中心 娱乐中心 汇染中心 海岛景区青年旅社 一共分了十五类 对吧 就光一个度假房地产 就包括十五类 对吧 第六类叫产权酒店 产权酒店 现在全国已经有一千多个了 对吧 而且很多人做产权酒店 觉得做得还不错 实际上产权酒店 是房地产的经营模式 和传统酒店的经营模式 结合在一起 对吧 它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产权房了 消费者放心了 所以产权酒店 这里边很复杂 很复杂 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的问题 我这会儿说一下 一个优势 销售往上 两个业态 当然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产权酒店的开发商 对业主承诺的回报报告 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比如说你这一个酒店 你一年的销售利率率 可能就6% 当然它承诺回报9% 只不过就是什么 因为这几年房地产权 不断升职 所以没有业主来计较这些事 但是如果不升职 大家就开始计较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纳税的问题 有双重纳税 就是一个业主的回报 你每年比如给他回报6% 现金回报 纳税怎么办 因为酒店 都是一个经营主体 本身要纳税 你回报给业主的这些钱 还要不要纳税 要纳税 业主在一纳税 纳个所得税 他钱就没多少 第三个就是 公共经营的这一块 收入算谁的 这方面的法律纠纷 已经起来了 我还答复过几次 这个法院的这种咨询 但是这几个问题 现在都存在 只不过都是 隐蔽的存在 就是因为比如说 海口有一家产品 有点很大 一千多年客房 是吧 他说我卖的时候 一万块钱一米 现在已经到了四万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业主什么都不计较 可是如果要转让的时候 这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需要四个完善 法规合同经营市场 所以这个产权纳电 这个事可以做 但是这些问题 一定要看明白 一定要看明白 尤其在这个时候 因为你作为一个开发商 你是强势 买房的业主是弱势 尤其要在合同上边 在法律方面 你守住这些东西 要不然你等着吧 将来啰嗦无数 第七类呢 叫休闲社区 就是怎么在 现在的社区里 增加休闲要素 同样 就是我即使 开发一般性的楼盘 也要按照休闲社区 这样的角度 来提升我的品质 第八就是猪甲社区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一堆要求 比如说我说个故事 我看来了 在广州 看了一个楼盘 楼盘很大 一百万平方 我当时一看 他们真是很假功夫 他们就说了一句话 我们的理念 先规划小动物的生存空间 再规划人的生活空间 比如说 它凡是路 下边都有隧道 铺栈道 至少离地一尺高 我们都是为了小动物 结果有一次呢 一个老板当时去吃个饭 吃吃饭就站起来了 餐厅一面落地窗 他就从落地窗这边 一直走到那边 一边走一边看 大家说你看什么呢 他说我看见一只变色龙 小时候看过 多少年没见过这东西了 马上就说 把你们收劳小姐叫过来 收劳小姐过来 我买五套房 就凭这一个变色龙 我买五套房 这叫好环境 所以我就从这个案例 归纳了这么一句话 第九是度假酒店 度假酒店也有一系列的要求 就是设计与建设的特点 管理与服务的特点 第十个就是综合的运营分析 选择与服务运营方式 最终呢 我就说 形成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叫A加B加C A是吸引中心 作为吸引中心 成为发展的亮点 不仅吸引了客人 也吸引了政府 但是这样的项目 在直接经营上 有可能形成亏损 所以一方面 需要开发者的远见着实 另一方面 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 这是一个A 第二个叫B B是利润中心 就是做房地产 第三是C C是文化中心 延伸发展 所以一个好的旅游房地产项目 一定是A加B加C 缺一不可 缺一你就在一块儿 有这个缺陷 就比如像西安那个去江 他先做了一个 大唐服务员 投资13亿 开业我就去看 看完了我出来 我说这项目挣不着钱 但是从原子里出来 我一看 我说行了 因为那时候 有一批房地产公司 已经进驻了 所以他做的第二个项目 是三个遗址公园 投资20亿 这三个遗址公园 连围墙都没有 完全是开放的 次后这三个遗址公园 就得上千个员工 为什么这么多 拉动地价 所以这一把地价起来 第三个项目 做了一个大唐服务员 这是商业型的项目 里边也配套了一些公共项目 比如什么音乐馆啊 图书馆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博物馆都配套了 可是这一把这项目 基本上 把原来的投资都毁了 最终 取江管委会 拿了300亿的地价 原来就是西安的南郊区 现在呢 那儿的房子 取江的房子 卖的比市中心的房子还贵 为什么 就是有一个好环境 它是一个典型的一家比一家岁 是吧 我们小项目 也得研究这个 就是这个模式是普适的 因为这些事啊 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 所以不是说一个简单的东西 我们可以套用一切 说到底 旅游需求不倾近 旅游行为无框架 旅游资源无限制 旅游产业无边界 是吧 什么都是旅游 我为什么强调一个地产文化呢 这是因为地产文化的需求起来 地产文化不是文化地产 就从我们自己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们自己买房子就是这样 一开始有房子就行 第二 我就得买这个房子的格局了 看你这房子设计得怎么样 第三个就是买环境 第四个是买文化 现在买环境已经变成普遍性的需求 买文化是下一步的需求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 也是中等收入的国家 下一步就是工业化后期 对吧 叫做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 我想进入高收入国家 二十年三十年可以达到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盖房子 人家买房子是买生活买未来 是吧 未来是什么 未来的生活 未来的服务 未来的休闲 未来的品质 对吧 就是这么四个未来 所以你这个项目 能做到这个 你的项目就是好项目 绝对一流 就是说 刚才达到我刚才说的这四个五 你要达到这四个五 你绝对是遗产性的项目 是不是 所以什么叫做地产文化 商业地产是核心 旅游地产是拓展 文化地产是包装 地产文化是根本 这个经济学教科书里的话 土地是财富之母 中国呢 土地稀缺 现在这个土地的急差效率 已经急剧地显现出来了 是不是 以前这个急差效率啊 主要的体现是区位 大城市中心 梁是城市周边 今后的主要体现是环境 你有好环境 你这个急差效率就能出来 所以区位的这东西啊 已经在变了 比如说国际上这个城市化的 世界上啊 这个城市化的变化 都是这样 一开始市中心集聚 然后呢 城市空心化 富人都跑到郊区去了 穷人在这个市中心 然后这些年呢 这个城市怎么发展不行啊 现在慢慢市中心就开始形容了 是吧 随着城市的扩大 这个就产生一个多中心的这种格局 多中心的格局啊 实际上就和我们现在的发展状况 有点类似 因为城市摊大平已经摊不下去了 北京都六环路了 大家一开玩笑说 北京要是八环路就还到日本去了 北京要十环路就还到欧洲去了 能行吗 所以环境的竞争力成为长期且持续的竞争力 当代中国资源市场环境 这是三个主要的 资源可以进口 市场可以开拓 环境无可抵达 所以这个大城市聚集 机会把人拉过去了 当然大城市的这种城市病 把人又排气出来 太急了 太急了 太忙了 太脏了 我作为一个北京市民 我深感觉我们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还好 因为我是自由人 我一天预报 未来几天雾霾严重 我当时就上机场 我走了 可是早就晚午的人能行吗 那显然不行 所以我们的选择 反其道而行之 人粗我精 人即我还 人脏奥昧 小生活 小享受 小趣味 这里 就是地产文化 不需要资金的大投入 但是需要文化和智慧的大投入 所以地产文化 自然环境 文化环境 与生活环境的融合 得构造新型的地产文化 不概括 就是三句话 以突出的特色为文化形式 以丰厚的品位为文化内涵 以人本主义精神为文化本质 这就是立场文化 所以下边就是解释 文化形式什么要求 文化内涵什么要求 文化本质的要求 最重是在细节 但是我们作为设计者 建设者 管理者和服务者 往往对细节不够注重 甚至漫不经兴 正是在细节上体现了文业之分 高下之分 细节的一次不苟 不仅体现了严谨的工作精神 更应该表现浓厚的人文关怀态度 第三是八个要点 四个要点 一个是意志文化 第二是同志文化 第三个是意志文化和同志文化的有机结合 第四个就是管理和服务文化 所以这里面强化软开发 适度硬开发 我一直感觉 就是我们盖房子舍得花钱 你怎么在前期工作上 花点小钱都舍不得 但是你前期工作没做好 将来的浪费无穷 所以人家这个迪斯尼 不愧是迪斯尼 我们就往往在这一点上看不出 比如我今年看的银川有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我就很赞上 那老板就跟我说 他就是做房地产 他说我现在要做个新项目 前期的规划设计费用 我已经花了八千万 结果我去考察了一下 研究了一番 我给他谈了三个半小时 他完了就说 哎呀 卫老师 我认识你认识吧 我前面的冤枉钱花太多了 我说你还好 就是他到现在这个项目 一年半了 基本没有开工 他又说前期工作我不好 做不好 我不能擅自开工 结果我给他说了一番 基本上把他原来的好东西给推翻了 他现在只有两个项目在建设 我说这两个项目我不能推了 因为是不梦醒的项目 一个是银川美术馆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能有一条这个老的河渠 比如说他那老的河渠的设计 就设计了一堆现代概念 我说这个河渠绝不能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你这条渠是元代的汇农渠 我说尽量把它完整地保留 然后设几个节点 要不然你对不起祖宗啊 这汇农渠到今天还在灌溉农田 它是有功能的 我就说这个意思 就是什么 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 下点大功夫 才能把这事做好 这就需要十六个做 所以我说个结束语 幸福最大化 比如我们现在社会关键的变化 原来是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现在工作是为了休闲 所以幸福成为一个主旋律 一方面我们习惯于宏观的思维方式 沉浸于宏大的叙事方式 北京的出租司机都像政治局委员 老百姓都像外交家 另外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追求 1995年的时候 刚提小康嘛 我到成都 人家成都的农民 吃有肉 住有楼 还有雨显区旅游 这说得好 跟着到处重庆 重庆的市民说 吃吃麻辣汤 打打小麻将 看个外录像 而重庆的市民比城市的农民 整个差一层次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 上班能不快身子做事 而不是上班想休息 休息想上班 我希望下班就能够休闲 是吧 而不是还要假装很忙 态度很好 自己很重要 我们好多忙都是装出来了 是吧 我希望社区里老人孩子都玩得高兴 各得起座 而不是老人寂寞孩子沉重 我希望我们的城市 天然水晶 树里花红 是吧 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容生活 而不只是活着 我们能够愉快享受 而不是先用全民教育 我希望我们不要在 现代化的陷阱中挣扎 忘了我们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我的希望并不过分 只是底线 但是在近乎疯狂的增长过程中 恰恰是失守了底线 违背了常识 所以我们今天 要摆脱弱国心态 以人为本 不仅是治国理念 也是终极目标 是吧 为了幸福而工作 在工作中感到幸福 是吧 就要选去领域 我觉得我们旅游房地产这个领域 干的是这样的事 对吧 因为我们在创造幸福 我们让这个 进来的人能够幸福地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自己也会幸福 这是第三次公立革命里的几句话 这是未来的一种终极的东西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